中科院光电研究所研制的22纳米分辨绿生子外光刻机通过验收,对中国军用民用芯片,有巨大促进作用。 此前这种设备一直被荷兰国际巨头FMAS麦垄断,此次国产光刻机研发成功实在是正范人心。 上海为电子的国产90纳米光刻机,这次先进的光刻机研发成功对国产芯片有极大的推动。 民用芯片一直追求高性能,低功耗采用先进的微架构,军用芯片要求稳定性高,安全性好。 所以军工产品可以用上更先进的制程,对未来的高能武器使用能节省一点是一点,能省出更多的电就能供给功率更大的武器。 武器装备除了探测系统和通讯系统外,最大的耗电大户应该就是处理器。 我们现在有了更先进的工艺,就能更好的支持未来武器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